Hello 大家好 今次的影片我先說說一些事情 因為今天拍片這一天 我吃飯的時候就去了公司對面 因為旺角其實是有一間Sony的專門店 即是Sony官方自己開了店的專賣店 去到的時候我主要是想問一下 VR什麼時候有第二水貨 我跟他說網上也看不到有預訂 即是他的官網也沒有預訂 職員就回答我 因為他們不知道船期是多少 所以暫時連預訂都沒有 什麼時候有第二水有什麼都不知道 那...沒有辦法的 你又不會罵職員 因為他們打工 這些公司政策也沒關係 你自己打工就知道 其實重點不是想說這些 雖然我覺得Sony這個行為就不太好 有什麼理由這些貨是不是緊張到這樣 其實我不太相信他們出貨出多少 即是一定不夠他們自己知道 全世界都不夠 那這個是一個銷售政策 當然 那OK 站在這個商業角度來看是沒問題 但是作為消費者來說 我當然不太喜歡 因為我有錢也買不到的感覺 你明白 但是重點也不是想說這些 也不是想抱怨 當然也是其中之一 其實我發現原來是有得試玩的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沒有試過這個VR 我沒有試過效果的 那我一直以來都是在高登那裡看Post 那... 聽別人說 其實他們一直都說畫質很差 畫質非常差 其中最深刻印象就是 有傢伙說了一句話 VR就好像把左右眼放了 即是每邊放了一部PSV PSV即是那部手機 這個東西很深刻印象 因為為什麼呢 我先說一說我的經驗 那首先其實我是很早之前 就買了PSV 很多年前 即是他一出我就買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一向都玩開PSP 當時的年代 那我其實都是Sony的外號者 其實我也是很喜歡Sony 其實老實說 那... 買了PSV 但是PSV 大家知道 根本是在手機的市場來說 一直到... 不是太行 其實是沒Hit過的 其實簡單 我不怕直接說 PSV是沒Hit過的 因為首先他就沒有了Mon Hunt 這隻主要的機 因為當年PSP 差不多主要都是因為MHP 他才紅得起的 那為什麼沒有了Mon Hunt 大家知道 要去了任天堂 那首先沒有了一隻 可以令一個PSV 很難讀這個迅速 打入這個市場的一個重要道具 那我依賴他的遊戲真的不太行 還有最主要我想說的不是這些 是PSV的畫面真的好噁心 真的今時今日用這個 我眼光了 因為我都是由小到大 都是給畫面分圖 雖然遊戲性很重要 但我對你來說畫面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我只要你遊戲性多好都好 我是看畫面的 我是很膚淺的 對啦 我很簡單 如果畫面不好的話 我就不想玩 或者... 一... 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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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遊戲也是 第一眼看下去畫面不喜歡玩 即... 無論它遊戲性多好 沒有意思 因為你不會去慢慢發掘 那... 所以我是畫面派的 那... 無奈PSV的畫面真的不行 很老實說 其實我買很多遊戲 因為我一定要買正版 但大家知道沒有翻版 有我... 不實說 有我會玩翻版 但沒有的 我全部是正版的 那... 我買了都幾多遊戲的 其實都... 但沒有玩過的 有什麼遊戲我省不起一時間 呃... 農村正這遊戲其實OK 農村正這遊戲我不是批評 因為這遊戲的評價很高 但我買回來之後我沒時間玩 這遊戲比較可惜 但幸好我只收二手 我好像正放了 我還沒玩過 完全是開... 開遊戲開了一陣 但我真的沒玩過 那... 然後就是... 呃... 呃... 高達... 我被高達省了 高達2 什麼blocker 什麼東西 我忘記不懂 就是... 可以自己砌機的那些 那... 其實為什麼會買這件弱子遊戲 其實Bandai出的那些 高達遊戲有幾難實 大家心照 其實從小玩到大 即... 由PS年代玩到PS4 就是Bandai出的那些高達有幾難實 大家也知道 對不對 就是這些不用很多 你玩開遊戲你一定知道 那為什麼我還是要買呢 那... 首先因為真的沒東西玩 當時就... 沒那麼多東西玩 而... 二例就是... 因為我看過... 上網看人家玩的那些影片 那我看... PS4版是不錯 畫面挺漂亮的 那... 你知道它分PS4和PS3版 那我看見這個都OK 那... 我看畫面都... 挺高質素 那我就買了 那結果... 因為PS4和PS3的畫面 是... 餐天共地的的縣 非常之噁心 對... PS4的畫面 完全是狗牙 即... 那個質素完全是PSP年代的畫面 其實我很不滿意 因為畫面差是死症 然後再給它省多一次 那那個就是... 當時PS3出了那隻高達... 那隻... 那隻... 這個最白癡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又是要罵的 這個真的...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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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是沒有一個... 他沒有得... 他沒有得對戰都算了 那隻... 一隻高達遊戲叫VS是沒有得對戰的 那已經算了都算了 那... 他是沒有一個Feeder模式的 他是街機的高達 但是他就沒有一個... 好像街機的玩法 就是... 不要說一打一啦 二打二沒有啦 當然一打一也沒有 那他只有一個故事模式 白癡 我覺得這個真是白癡 一隻... 一隻對戰遊戲 他只有一個故事模式 那些故事模式從小玩到大 你都知道有多悶啊 就是... 就是... 敵人不平衡的血量 就是... 你不斷打一隻戰艦 不斷打雀仔 一兩槍爆的那些 是悶到PK 而且是很難玩的 同我講 就是高達那些... 那些任務是很難玩的 那些難玩... 就是... 並不代表難玩 你過完之後很有滿足感 而是... 你過完都不想過啊 根本你過完都沒有一個滿足感 只是說粗口 所以這隻遊戲是廢的 那之後... 一出的時候 然後被人罵到爆啦 然後亞馬遜那個拍賣網 那些鬼佬 已經立刻... 當日已經立刻 放出去二手 那我也是很愚蠢的 我... 一出那天我就去了信和買 四百多元而已 好像都是買了 那真的很白癡 我... 我承認我是很白癡的 那... 我猜不到他真的這麼誇張 因為才難得 那... 就是... 狂鬧啦 就是... 日本啊... 外國啊... 就是... 鬧到PK一隻遊戲 那... 那... 後來我不知為何他弄回寶丁 不是... 寶丁... 就是... 它改回可以有一個Phenom的模式 可以... 可以... 自己選... 就是... 一... 二打二... 就是三部電腦 當然... 我明明這隻高達遊戲是不可以跟玩家對戰的 可能... 可能... 再之後幾次那個... 更新有... 但我已經... 我已經不知道了 我已經沒有玩過了 因為你已經... 令消費者失去的興趣 失去的信心了 就是... 呃... 這次真的... 我對高達很失望的 對啦... 這個真的很白癡 因為... VS遊戲是沒有VS的 那... 那... 那隻... 不是...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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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戰爭 這隻就是省到PK 這隻... 這隻遊戲也是在垃圾裡吐的 對啦... 那... 後期好像好一點 但我是一開始玩的那批 那... 那... 自由戰爭的問題在哪呢? 那... 我不是說他的玩法和操作性差的 是個難度極高 是個難度... 是個... 那... 就是... 不合理地高啦 總之那個難度是被人罵的 亦都是被人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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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難度是高到類似... Diablo 3剛剛出的時候 那些精英怪那樣 是差不多誇張的 對啦... 即是不會說難過Diablo 3的精英怪 那... 但他的難度是高到離開 那... 為什麼呢? 他用一些... 冷兵器 即是用槍的 正常... 你玩家不是外掛 即是玩鬥陣特攻的7-6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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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理由... 沒理由槍槍都... 打得中一隻動的目標 除非開外掛 那... 當時自由戰爭的電腦 完完全全就好像那隻開了外掛7-6 那樣... 他還是用火箭炮 即是火箭炮 每次都追到你 你是沒得玩的 根本是... 完全沒得玩的 但當時的難度高到也是被人罵到毆電的 一隻難... 即是不是說遊戲的... 一味高難度就... 即是就好玩 是有遊戲性 即是Diablo 3是高難度 但他合理 難度高之餘你會合理才行 即是你... 令人覺得這個高難度是合理的 即是有機會過到的 是我... 我死在我技術不好而已 但自由戰爭這些不合理的難度 完全覺得根本是電腦的惡意 即是你... 你... 你... 那這個對手每一隻都是開了外掛的7-6 這樣... 這個形容是很貼切的 對啦 即是他... 你每一個對手都是開了外掛的7-6 那你怎麼打呢 對不對 你怎麼打呢 那結果就沒玩了 玩了一陣子 後來他好像改了難度 當然被人罵到這個情況之下 對啦 那... 我要說的東西就是... PSV 畫面極拆 我講了十分鐘的廢話 那麼... 今天我就去這個... 這個... 不是藍店 這個... 我看有一個人在玩,我就問職員 請問是否有個試玩,他說是 我看有個西裝友在前面 我排第3,即是在玩那個第3 我可能現在講完之後那個職員 可能他對我有印象,他就知道我的樣子是甚麼樣子 我剛剛在玩那個人是玩槍遊戲 但他每人試玩5分鐘 他拿著兩個自衛棒,我叫自衛棒 即是那個感應器 玩槍遊戲,看起來就沒甚麼感覺 看人玩VR是沒甚麼感覺 即是覺得... 首先他很白癡 他那部電視超級大,至少有50吋以上的大電視 當然你玩那個人戴了眼罩是看不到的 但我們看得到 但VR的畫面的質素是極差的 我們在一個大電視看上去的畫面 已經全都起了格 即是自暴其短 即是情況就像一個飛機場要穿低空裝 你都沒有波子了 你只要穿低空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你明知道畫面差 你只要放一個大電視 那真的玩自己呢 結果我們排隱隊 全部都見到 我就見到全部都起了格 即是原來PS1 不要這麼離譜 PS2年代的立體 我覺得是 第二個人玩 你試玩可以選遊戲 選甚麼類型 他選了賽車 那我試 然後職員給了手掣 我在後面笑 然後我心想 玩VR 但沒得玩那支智慧棒 拿手掣玩賽車 其實是... 你純粹是體驗到那個畫面 但我在後面看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拿手掣玩賽車 遊戲是正常 沒有體驗是正常 但在你試玩VR來說 我覺得... 其實應該都可以拿那兩顆智慧棒玩 我覺得真的 即是拿手掣玩 很沒感覺 那我選遊戲 我當然是聰明 請問有甚麼遊戲選 那他給了一個list 我就介紹 那我只跟他說 我想玩槍遊戲 我主要想試試那兩顆東西 那他就介紹了 我忘記了甚麼遊戲 槍遊戲 那隻槍遊戲是可以... 可以兇手 可以換槍 即兇手撿東西 來扔炸彈之類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哪隻 那... 第一次玩 第一次戴了眼罩 立體感是有的 的確是有 但是一如我所謂 其實我做了 我打好底 因為我在高登看了很多姿勢 都說畫面差得很厲害 上巴拉看也是這樣說 我已經做好準備 但是當我真的玩的時候 畫面真的好差 真的令我想起PSV 完全是想起PSV 即是他... 即是他... 那傢伙... 即是我馬上想起 左右兩隻眼角 放了一部PSV 這個... 這個... 這個形容是很貼切的 真的畫面是... 強差人儀有少少少 即是不怪得... 因為這些畫面質素 是不怪得那些人罵得那麼厲害 我上網看那些人罵得很厲害 罵的畫面差是...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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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這些畫面是...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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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誒... 誒... 畫面也不太差 但現在他們... PSV的... 誒... 畫面有點差 子 證... 我真的... 考汎了準備可能完全是差 誒... 這個是有一感上的 之後他叫我做份問卷,我直接寫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就是什麼改善的地方 我直接寫畫面質素未達到PS4水準,其實這個東西已經很客氣了 我想說PS3的水準都沒有,就是這樣 其實很多人說這個是試驗性質,Sony出了VR第一代 可能他就會很快,因為他現在正在開發第二代,有消息有新聞說 接著要說的地方就是,現在三千多,當是正價,連同一套都要三千四,就算是三千五 很多人說等PS4 Pro,有些人說等第二代 簡單來說就是買不買這個VR,其實我的分析就是三千多元,其實不是貴的 對我們這些在職人士來說,就是有工賣,其實三千多元不貴的 對我這個這麼窮的人來說都不是貴的,就是要想那麼久的東西 總之一個月買一次都可以啦 其實我覺得三千多元,雖然畫面給我彈得那麼厲害,但還是有新鮮感的 因為我玩的槍遊戲都是可以左右看都挺有趣的感覺,挺創新的 因為我沒試過嘛,其實像人說的,你三千多元當我買一件玩具,其實都可以的 其實不算貴的,就是我買了高達的女角的Figure 一隻都七百幾八百了,我買了一個波雷的哈曼 哈曼那隻絕版,哈曼那隻在版,我走信和看到那隻十年復刻版的哈曼 那隻哈曼炒得很厲害的,如果你有淘寶過你就知道了 所以三千多元我覺得其實當玩一下才OK的 那沒可能等到第二代的,第二代沒有一年半載應該是網快出的啦 那跟著你說等PS4 Pro,其實都沒有衝突的,到時再買PS4 Pro就可以了 那你現在買個眼罩是不關事的 但是值不值得那麼快買就見人見智 在不影響你那個經濟情況的能力下,我覺得就 當你買一件玩具,三千多元 其實值不值得看見人見智 好像貨多幾次金都已經千幾二千了 所以我覺得雖然畫面是令我失望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是有貨的話我都會買 即是不為然的,我是會買的 也不會後悔的,說真的我很多PSV的遊戲買了都沒玩過 即是沒有玩過,不是說沒玩過 很多買了都沒玩過 反正我都會買下載版 那買了什麼呢? 又是穩笨之作,秋葉原之類的 買回來玩了都沒玩過 因為我覺得打鬥的模式很悶 即是可以脫衣服 但他一點技都沒有,是不肯脫衣服 我玩了一陣子已經沒有玩了 這隻四百多,三百多,四百多 那有隻就是白癡角川書店出的那隻 輕小說格鬥,我玩了一陣子 有很多有童人,即是有刀劍神域 有超電磁炮,還有這個什麼? 羅扣社,我記得羅扣社我有看的 其實可能你會覺得很毒 但羅扣社其實是一套非常易出鼓勵的運動動畫 有興趣可以看看 但你見過人切一定會嚇到 然後還有什麼呢?我忘了 這隻都玩了一陣子,但也不值三百多元 如果你問我真的不值 然後就... 有幾隻我覺得不錯 PSV剛剛推出的時候 有一隻遊戲叫做寵力少女 寵力少女我覺得是...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再沒有一隻PSV的遊戲 真的完整地發揮到PSV的功能 因為為什麼寵力少女呢? 首先它玩法很創新的,我很喜歡這個 我很欣賞它這個設計 它那個寵力少女是... 你要移動那個PSV整部機 其實PSV是有一個搖擺功能設計 但之後我看到很多遊戲是... 完全沒有利用過這件事 基本上所有按鈕都有用 因為寵力少女呢 後面那個背部 那個機背那裡你可以移動的 其實你有玩就知道了 其實是可以充分控制所有PSV的按鈕 這個遊戲其實挺好玩的 其實就... 比較好玩的 另外有一隻就是這個... Panessona 4的黃金版 這隻其實就是翻炒之作 就是PSV以前推出過 那它一定不差 我當作重玩多次 這兩隻遊戲我真的有玩 其他的都是... 一般的 到PSV我到現在只在這裡打 都不會開了 說真的,很久沒有開過 所以就... Sony這些東西都是... 不知道怎樣 不知道怎樣 那其實我有沒有考慮買電腦版的眼罩 就... 這個真的要想想 因為暫時我都不知道有什麼遊戲 真的實際很對應 但它的價錢是7000多元 我上網看過 那是貴成節的 那... 值不值得買 就真的這個... 看看遲些出多不多鹹遊戲 如果你... 買VR都是唯一玩鹹遊戲 好老實講 那如果你鹹遊戲少的話 當然我自己是電腦版 PS4你不用知道有什麼鹹遊戲 那是不是... 因為... 因為... 它不可讓你出的 如果你是鹹遊戲 但是... 如果電腦版... 當然要去盡一些 那... 就是這樣了 我7000多元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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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而且... 最重要是... 你買了電腦回來 你不是玩遊戲 你要有遊戲才行 如果你沒有遊戲對應 那我暫時都會等... 這個... PSVR... 先外出 再試玩一下 還有我奉勸大家如果想買的話,你最好試玩一下 看看效果是否滿意,而且很重要是你會不會頭暈 因為有些人看立體的東西是真的會頭暈的 如果上網上高燈看到很多人說頂不順,放回二手,因為它說是頭暈 所以你就自己試玩一下,會不會有些作偶的頭暈 沒有你先買,還有戴眼鏡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也是戴眼鏡的,戴眼鏡的眼罩是設計得... 因為前面有些...總之你可以按... 就是有些...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那些很軟的東西 其實不會弄到你的眼鏡,這個不是問題,大家戴眼鏡都可以放心玩 這次的小小分享就到這裡,我們下次見,拜拜!